花莲县文化局2018年在玉山国家公园内的加薪旧社 重建了一栋布农族的家屋 而今年的9月已经修复完成附属屋等遗址 以现地取材重建相关的内容 而展现出了百年前布农族人的山居生活 在11月份卓兴部落办理了计划成果报告 和部落来分享这项重建遗址的成果 花莲县文化局2018年在玉山国家公园内的加薪旧社 重建一栋伊斯塔西巴家屋 今年9月已经修复完成附属屋等遗址 以现地取材重建家屋周边的附属屋 以及工僚布置与生活遗址清整等等 展现百年前布农族人的山居生活 11月在卓兴部落办理了计划成果报告 以及跟部落族人做分享 文化局说整个基地面积大约有333平方公尺 从瓦拉米部到登山口步行到加薪旧社大约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由伊斯塔西巴家屋后裔族人组成的公班 大约有10位 修复完成部署一购 公班们非常开心 一起兴奋 这个我们自己跟竹人一起努力学习的过程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学习跟转化 对我来讲这是很棒的 那我相信竹人也会有 就是希望说他们很多对这个物的实践 最后都会变成是人生的自卫 然后中文大会比较说 那个家基本上就是要生完果那才叫家 没有生果那就是死打果 不是家 这个都是很棒的 等到我们知道说一个家的一个生活 现实是很重要 林鸿逸说不只是修复石板屋 也采用生胎工法 以及布农族的手作方式建造不动 除了重现布农族石板屋文化 更是具时代意义的历程碑 记者综合报道